多空轉折 盡在盡折 而且請各位留意 最近可能就是進入最後壓縮時期的情況之下 請各位記得一句話 你一定要盯住盡折解盤 你一定要盯住你手中的股票 和我們所謂的轉折的出現 親愛的投資朋友 各位難道忘了一句話嗎 安德烈克斯托蘭尼說得非常清楚 往往行情就在散戶不耐煩 往往行情就在散戶認為會回檔的時候 正是在做出現 所以請你記得 股票市場永遠是 當那支股票你忘了它了 當那支股票我50塊錢的時候 請你重新再把它撿回來 我說各位注意到 這邊幾乎是100 你就給它算100好了 99.8嘛 幾乎給它算100好了除以2 你看最低點真的是49.6啊 我也沒想到那麼準 我只告訴你說 你看過去的慣例 2913的農林還記得嗎 當時農林一口氣飆到多少 飆到31塊錢回檔到多少 16塊正好差不多一半 飆到31.8回檔到16塊正好差不多一半 那麼這種所謂打完底部之後 有一個開發案 當時農林是日月潭開發案的 那麼當公佈之下呢一定會回檔 回檔之後呢請你注意這要放大一點看 因為這太久了 從這裡呢又一路又漲回到 幾乎到前面起漲點的位置 請問各位 當年跟我賺農林的人 是不是現在又很清楚的啊 又回到了起漲點附近的位置啊 施機剛剛啊 所以股票市場有一些跟大盤沒有相關的 股票市場有一些你必須要去尋找 這位是真的具有經驗的分析師啊 這樣的事情呢基本上來講的話 你可以做出最重要的選擇 我已經跟各位講說各位注意一下下 2913農林 各位去想想看這是民國幾年的事 95年的事啊 那時候誰曉得5塊錢的農林 可以漲到31塊錢啊 我很直接講當時我進農林的時候 還是17塊耶 17塊漲到31塊啊 你有沒有想過啊 17塊到31塊也是非常大的數字啊 已經漲了一段上來啦 到了31塊之後拉回 我說請你注意一些事 一定會拉回 很多朋友往往在這種開發案的時候 跑去買那個31.7元 34塊錢的附近啊 結果呢 一拉回就說不得了好痛苦好痛苦 結果呢 到這個地方可能受不了又賣掉了 可能在這個之前賣掉 結果他又回到原先的位置 所以親愛的投資朋友啊 不要忘記了 開發案的當下 一張 連只有一張紙 什麼都還沒有啊 但是後面呢 一定會實施 看到沒有 這後面就一直在實施的過程 第二次是簽約等等的 然後又回來 然後不斷不斷的 再開始正式建設 這就是各位所現在所看到 不管你到 新店的熊空山那個地方 去看到農林的茶園 或是說 你在這個日月潭附近 看到農林的茶園 還有農林的 這種各項土地的一個開放 因為當時只能種樹嘛 現在能夠開餐廳嘛 差很多啊 就跟這個地方一樣嘛 當時只是一片海嘛 親愛的投資朋友 當時只是一片海嘛 連魚都不會抓 但是現在可以做風力發電 不是一模一樣的故事嗎 那我把這件事情跟各位講的事情 是說親愛的投資朋友 今天來再跟各位講一下 我今天跟某個營業員在聊的時候 說已經沒有辦法再要農券 知道嗎 已經沒有辦法再要農券 你必須去借券 因為所有大公司的農券 都被用光了 天啊 竟然有這樣的股票 今年以來只要敢放空他的全輸 嚇死人了 我都必須要告訴你啊 什麼股票會這樣子啊 多投的股票會這樣子 你看上來強制回補 上來強制回補 現在等於是一半在回補的情況 因為你沒有辦法再借了 你只能回補 超過你成本他就會幫你強制斷頭 超過你成本就幫你強制斷頭 就只能這麼做啦 所以親愛的投資朋友 有些時候你必須要真的找到一個 有經驗的分析師 所以95年的農林跟今年的107年的世紀綱 我覺得這地方已經可以先呼應了 所以請各位留意一件事 往往在大盤沒有太多的一個 所謂變化的狀況之下 這個大盤現在真的沒有太大變化 我也在等待一個非常重要的 一個未來的決定 我也在等待一個非常重要 未來的一個長紅啊 可是目前為止呢 因為量能一直出不來 那我認為這個行情裡面 還在做一個壓縮的情況 這個壓縮當然跟3008的大力光 一直維持在這裡 你看幾天啊 我跟你講3425是低點 我講得很準 我也覺得我很準 那個地方我會帶你去強短 那是1234567 我都七天都在這裡 後面這七天我覺得看了 也真的是 每天只能跟各位敘述他的基本面 講這樣也沒用啊 反正我講一天就可以了 但是我今天來我還是要跟各位講 哪怕大力光沒變化 哪怕大盤沒有什麼太大的變化 因為大盤就在這個時間正 股票市場裡面 還是會有真正的重點出現的 這一次的重點 第一個當然就出現在所謂風力發電 今天世紀剛宣布了 和CIP啊 那麼哥本哈根 這地方正式來做一個簽約 簽約的金額高達165億元 天啊165億 世紀剛想都沒有想過 他有一天可以簽165億的約啊 各位想想看世紀剛 那麼每一個月的營收過去啊 過去那段時間裡面 每一個一個月的營收 也不過才1億多啊 165億要做多久 要做160幾個月 天啊10年喔 當然現在產量比較大了 但是不能是 你想想看這個對他來講 是非常非常大的一個情況啊 第二件事情來講的話 各位來看到沒有 來注意喔 我相信最近大家都在談風力發電 但是我覺得我跟別人最大的不同 你可以考慮的地方就是 當世紀剛在漲的時候 全市場都在喊世紀剛 我真的必須要講一句話 這兩天應該沒有人在談他的 因為他多數跟人講 我賣出去了啊 買咧沒有買 賣咧說賣出去了 很多人做節目是這樣做 反正漲上來沒辦法啦 他其實也沒買 叫會員朋友買 我相信你是他的會員 你大概也知道 也不敢追啊 不敢追的狀況在說 啊我賣出去了 就這樣講 但是各位沒想過一件事 世紀剛漲上來之後 它代表的意義是什麼 我最早跟你講說 世紀剛大漲之後 你要注意到什麼 注意到下一個叫做風扇葉片 我說世紀剛呢 哇兩公尺這麼大的一個圓桶 我告訴各位一件事啊 如果你當過貨運司機你就知道 那個一張一張假如 就算是很多很多的這種鋼板片 它可以疊在一起 中間沒有縫隙的話 那一趟載起來的錢 還算划得來 因為每一片還滿值錢的嘛 它是一個圓形的 中間是空的 你一部車就只能載那個 你懂的意思了沒有 別的都不能載 因為它中間是空的 你怎麼不能在裡面放什麼東西 我也不知道可能裡面可以放什麼 所以就變成叫專車接送 變成是要專門的地方讓它去放 這是與世紀一樣的水下基礎圓桶 還有一種叫什麼 叫做樹脂風扇 樹脂風扇 它一片長達多少 最高的71公尺長 71公尺長怎麼做的 目前為止沒有人知道 但是現在56公尺長的樹脂 台灣做得出來 42公尺做得出來 52公尺 只能開玩笑 前面後面要操長多少 光是運送都是很大的問題 這次的智能節能專案 就是在討論這些 所以親愛的投資朋友 我問你一件事 我常常跟各位說 現在要講的 就只有這件事情了 來各位想想看 上尾頭控 當初如果他不要去參加這個標案的話 當初上尾頭控 假如跟世紀一樣一樣 乖乖地做一個供應廠商 他也是全台灣唯一可以做風扇葉片 樹脂供給到風扇葉片一體完成的人 當初如果沒有這一段的話 他還是在這裡 沒有錯吧 如果各位去想想看 在這個點的時候 大家認為未來的樹脂風扇 是由上尾來供給 上尾是192塊 當時的世紀剛多少 世紀剛才是所謂的 超100塊的一個情況 上尾的股價還是世紀剛的兩倍 我來幫各位算過 假如你真的要去算的話 好像兩家公司價值差不多 這一段時間 還沒接哥本哈根這些訂單的時候 是上尾給世紀剛的訂單 所以我跟各位講說請你注意 這麼大的東西很難運送 所以下一個呢 來全市場大家都會喊世紀剛 那麼喊的賺不賺得到我不知道 但是我們是真的有做 我們50塊就帶你進場了 那麼同樣的上尾一樣 很多人在那邊講講講講 講到今天呢 又沒有上尾了 終於一開始只有我 黃靜德跟你說 所以我說過 誰是真正懂風力發電的人 誰是真正懂未來政策概念股的人 你一定要特別留意啊 不要忘記一件事情啊 達德是拿到最好的那個風場的 最大的風場是由臥序拿的 最大的風場是由他們拿到的 是由這家公司相關的 臥序拿到的 但是最好的是由這邊拿到的 好的就是說離岸近嘛 我可能不用潛水那個腳踩踩就 比較十公尺左右那種 比較淺一點的地方你就可以做了 風又大啊 這個就叫做水下基礎剛完全 我還特別去實測給你看一下 這麼大看到沒有 所以親愛的投資朋友啊 當時很多人說這個四基礎 不可能會漲啊 四十塊不會漲啊 我說我天啊 你要知道說政府的政策 一旦開始改變的時候 他不可能改回來 你懂我意思了沒有 不可能去改回來 尤其在當時還記得嗎 因為日本發生了這個所謂的 這個福島方面的一個河外洩 也大地震啊 台灣也屬於地震帶 真的我們必須要直接講一件事 這個除了說每天用電會 有點不方便以外 那用風總是比較安全一點吧 所以很多人說 四十塊不會漲啊 不會漲啊 我說不對喔 我當時農林的時候 五塊錢漲到十七塊 也很多人喊不會漲 結果漲到三十四塊 我說不對喔 照漲喔 四十塊結果漲到多少 漲到六十塊 六十塊說不會漲啊 我說不對喔 還有超漲的時候喔 要漲到什麼時候 一定是漲到這個題材結束嘛 真的我必須要講 漲到強制回補的前一天 強制回補的日期也不曉得怎麼會這麼準 就剛好跟這個所謂 凌選的日期幾乎一樣 是不是漲到這裡 第一波漲到這裡 在這裡我是不是就告訴你說 這一定是照農林的過程 來做一個未來的預測 也就是它會拉回 接近一半的情況 百分之百 我不敢講說那麼準到那種地步 但是似乎市場上面有聽我在講 這個相關的應該評估的方式 我說這應該是相關評估的方式 因為我自己本身是做房地產這些 還有所謂鋼鐵的一個 一個世家起家的 所以我對這個很清楚 你各位看50塊也可不可以再接 一個市計量可以讓你賺兩次 你說老師市計量從40塊漲到100塊 只能賺60塊 再從50漲回100呢 那就變成賺多少 賺110塊 賺110塊你有沒有想過啊 它又漲回去啊 它又漲回去賺成110塊 你賺了多少錢你告訴我 所以我說過這張股票 既然後面工程要繼續實施了 後面工程要繼續實施了 沒事不要給我跑去什麼 放空啊 我認為未來的風力發電 還有很多事情要繼續做下去 而且今天來我還是跟你講說注意喔 大盤在整理的過程當中 還是這句話最重要 政策概念最重要 你要我提示一下嗎 風力發電總是要有一個工廠吧 工廠總是要在那個在地雲林啊 彰化那個地方 彰化現在說它做風電城吧 那土地會不會漲 會漲 工廠會不會漲 會漲 那是不是你就要注意到這件事情了 親愛的投資朋友 跑了拿反啊 我現在只有五股工業區的 我舉例給你看 沒發覺嗎 風力發電動起來了 台商回台了 工業區的土地是大漲的 所以什麼狀況之下 你還可以有機會來繼續跟上這個 所謂真正可以賺錢的方向呢 休息一下 等一下靜澤再跟各位來做報告 運搭頭顧好看 運搭頭顧好看 弄在家啦 即日起升裝運搭頭顧APP 您就可以在第一時間看到民事為您 及時解盤 有機會得到彪火訊息 還有產業最新訊息 立刻搜尋運搭頭顧APP 貨電02-2781-0909 2781-0909 2781-0909 不分住業的運轉 如同親切專業的展業服務 我們講究每一個細節 斟酌每一個環節 帶領會員轉動過地的巨輪 因為珍惜託付 所以全力以赴 運搭頭顧02-2781-0909 02-2781-0909 我們知道您在乎的是績效 也了解您關心的是競爭力 運搭頭顧永遠值得託付 02-2781-0909 2781-0909 最近幾天當中 我認為電子股 您可以先稍微觀察就好 未必一定要馬上進場 為什麼呢 今天答案跟各位說 親愛的投資朋友 來各位來看一下 美國的納斯達克 納斯達克創新高啊 老師啊 電子股怎麼可能不會漲呢 我先跟各位講一件事 納斯達克大部分 就是屬於終端品牌 就是屬於蘋果 但是呢 現在也有一點爬得 要動不動的情況 重點在這個地方 對不對啊 各位啊 所有人知道川普呢 現在所謂對於中國大陸的 一個所謂貿易制裁啊 為什麼這一段會反彈 因為我豁免掉什麼 穿戴裝置啊 不管你是Apple Watch 這個不用 Apple的手機這個不用 穿戴型的行動裝置 還有一些相關性質的重要的 這個不用 你聽到沒有 所以呢 聽到說電子股不用的狀況之下 就往上漲了 但是這幾天幹嘛 大陸人在放假 大陸人在放假的狀況之下 接下來能不能再繼續往上漲 也就是中國大陸的製造業 和電子股裡面 大家所關心到的重點嘛 你說現在大陸股市停下來 我們現在跑去做電子股 當然是感覺上 它好像不會動的情況嘛 所以呢 電子股要看啊 我認為要下個禮拜了 但是呢 我給你的方向絕對沒有錯 而且這一段時間裡面 的確我們也幫你掌握住 電子股真正的方向 我說大陸發展這個量子晶片 量子晶片誰說要做的 馬雲啊 要發展什麼 發展半導體 各位親愛的投資朋友 現在目前都還在成本以上 都還在成本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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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看一下 的確喔 為什麼跟你講說 請你注意一下下 如果大陸一開市的時候 6488的環球金 跟6182合金 你要特別留意 因為大陸既然要做半導體的話 半導體 請你記得一件事啊 環球金做出來的 細晶圓給誰 給台積電 懂我意思了沒有 台積電做出來的 才能夠去給聯發科他們去使用 所以呢 大陸你既然要做手機 需要聯發科的晶片 需要所謂的 宏達電等等這些晶片的話 那你勢必呢 你必須要 有上游的一個情況 有上游 到目前為止 你看MOSFIT其實現在還在缺貨 但是缺貨為什麼不會漲呢 因為股票市場 它必須是全球連動的嘛 你中國大陸股市不動 那你說別人怎麼動 他放假啊 那接下來怎麼辦呢 我認為這個地方 答案就應該很清楚了 各位注意一下下 其實呢 這段時間我也都一直跟各位講 但是我覺得喔 電視機前面的朋友 你的觀念上面的一個轉換 當然不可能像我分析師這麼快 很早我就跟各位說 請你注意 當川普一旦當選的時候 他對中國大陸採取這個 不友善的一個 關稅政策的狀況之下 我就已經跟你講說 請你記得 川普是幹嘛的 房地產商人啊 房地產商人的話 他一定會做一件事情 我問你川普為什麼在 金融海嘯的時候曾經破產 因為金融海嘯的時候 是由國外一路帶過來 大家一起破產 他很氣啊 為什麼 如果我今天啊 錢都在我的社區裡面 錢都在我美國的話 錢都在我的國家裡面的話 房地產就會漲 因為房地產是用錢堆出來的嘛 當時他還背了7億的債務 因為他認為錢都在國外 如果那些錢全部回到美國的話 他的川普大陸 都不曉得漲到哪裡去了 香港為什麼這麼貴 香港就是因為 中國大陸的錢都放到香港去嘛 所以這才會產生 香港這麼貴的一個情況啊 所以請你記得 從川普一當選 我就跟你說 他這種地產商人 一定希望錢回到美國 一定會想盡辦法 把錢弄回去美國 而這種過程當中呢 你對中國大陸 開始去瞌睡的情況之下 就會造成台商 台商要離開大陸 台商離開大陸 兩三個原因嘛 第一個就是 中國大陸的現在 生產成本也高了啊 中國大陸沿海的薪水 也沒有比我們低啊 所以你去那邊已經沒有意義了 第二個 那原則上來說 一出口還要磕關稅 那當然了 台商就趕快跑 包含像大力光也在跑 玉金光也在跑 反正大家都在跑啊 跑出來怎麼辦 跑出來要回來台灣啊 天啊 就最近啊 這個是最近啊 而且是今天的新聞 我看到今天的新聞之後說 我已經有知道這個情況了 只是沒有想到說 有這麼誇張 你懂的意思了沒有 我認為啦 這當然是可能你看到的 所謂的鳳毛麟角 剛剛開始的一個情況啊 我也認為說 工業用地一定要漲了 但是沒有想到說 哇 速度這麼快啊 其實我這麼形容一件事 很早 各位看到我們台灣的一些明星啊 什麼林志玲 林志穎啊 林瑞陽啊 好幾個 回來台灣自產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就在跟你講說 請你注意 大陸的錢慢慢的回來了 那麼這次呢 是已經造成了 連工廠都要回來 那工廠回來不得了 很多很多人需要廠房 需要土地 需要幹嘛的 所以呢 先從期望價值去想的時候 這裡就開始狂飆啦 所以親愛的投資朋友 我問你 他會不會漲 我問你一件事啊 我問你一件事 他會不會漲 這個你就要特別去想這個情況啦 既然風力發電 哎呦已經造成什麼 造成更多的人 可以在地就業了 造風力發電造成更多的人 在地就業了 而且這個就業 還是真正具有相關性值利潤的 那麼這些啊 不管是大立光回來啊 不管是誰誰誰回來 可塵回來啊 什麼什麼大廠回來啊 通通都需要這些啊 那你問這些會不會漲 其實最早的時候 他就已經開始慢慢回來了 我就直接跟你說啊 很多啦 很多公司就已經在有這個傳說啦 所以請你注意一下下 風力發電之後 不是你不是什麼事情都沒有了 你也不是什麼事情都不用做了 我告訴各位一件事情 這個行情裡面當然啊 我認為啊 這休息夠了 絕對都還有機會 尤其是這次來講的話 我認為還是以所謂大立光 還是以蘋果做為指標 你說老師 為什麼從大立光跟蘋果做指標呢 答案很簡單嘛 台積電這次跟大立光相差太遠了 那大立光只是短線上面 大家對他某種質疑而已啊 大立光他的毛利跟他的利潤 仍然是非常高的 而且他管理能力還是非常強 而且最重要的一點是 手機不能沒有鏡頭啊 就像什麼 就像電子股不能沒有晶圓代工 是一樣的道理 就像電子股不能沒有什麼 沒有矽晶圓是一樣的道理 所以請各位留意啊 其實沒有漲的股票還有很多啊 政策概念股有一個方向 不過我覺得實際上還沒成熟 你可以想想看好不好 我認為啊 這個叫時間還沒成熟的政策概念股 沒錯吧 它還叫新日光 你找該改名叫聯合什麼 聯合再生能源了吧 那要不要在這個地方 慢慢的來做一個打底 慢慢的表態 我覺得這也是需要的啊 你不表態的話 那請問一下 我們政府的風力發電 已經講那麼久了 太陽有沒有動起來啊 太陽是有關你的農地上面的規劃 還有農地稅上面的規劃 你不能說我今天開放農地之後 我今天射太陽來說 對不起 你就不叫農民了 也不給你農保 也不給你農稅 這地方慢慢來做一個 做一個改善嘛 懂我意思了沒有 很多農民他耕種那麼大的土地 因為有農民的一個情況 還有所謂的這個農民的優惠 還有農保 那是有很多福利的 你就要改成太陽能的時候 雖然賺的錢比較多 但是付出去的錢也更多啊 那不要啊 這時候你就必須要想辦法 政府一定會去想辦法 就像這次台商回來台灣的時候 租稅上面要給予很大很大的 赦免跟減免的情況啊 那麼他們就會乖乖來什麼地方 來這些地方啊對不對 而且喔各位注意到喔 他有特別強調一句話 這句話講了之後呢 跟風力發電也有關係啦 跟風力發電也有關係啦 說你錢只要進入5加2產業 5加2產業是什麼呢 風力發電綠能對不對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生技股也算是5加2產業 細股條件也是5加2產業 反正機械也是5加2 航太等等這些啊 那麼屬於政策方面大力鼓吹的產業的話 那麼你就可以享有很大的優惠 請問各位 那風力發電是不是後面 還有資金行情慢慢來 那請問各位 這是不是就是你應該關心的啊 注意喔 今天來的朋友 我們還是維持昨天 想辦法你一半我一半 減免的一個最大的一個案子啊 但是呢這兩檔股票 我認為隨時就要開始飆了 我認為布局好 我就要開始來做一個發動 這種所謂政策概念股 其實呢已經開始如火如荼的燒起來了 這是電視畫面啊 歡迎你想盡辦法跟上 都能夠動足機先 能夠告訴你說這個環境底下 你應該怎麼去尋找有活力股票 你不能找那個沒有活力的股票啊 有活力有價差股票的環境者 有活力有價差 你才能夠真的所謂反敗為勝 真的能夠賺到錢 真的哪些個股要重新漲回來的時候 我一定會帶你做 你說這才叫做行情當作變與不變 靈活操作是一定要變 所以歡迎你想盡辦法跟上 真的能夠靈活操作 準備這兩檔狂標概念股呢 帶您從新開始布局的黃記者 本投資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第五檔狀卿